第361集 等两人一起做蛋糕的时候 看得出小家伙还是特别的开心的 叶婉婉盯着堂堂开心的模样 心底难免会有些异样的情绪 从目前的时机来看 她还不能告诉堂堂真相 所以现在对堂堂来说 那个假的聂无忧 才是她的亲生母亲 妈妈 堂堂坐好了呢 堂堂的声音让叶婉婉回过神来 只见小家伙亲手完成的蛋糕已经做好了 旁边是用奶油做出来的雕花 中间用车离子摆出了一个大大的爱心 好漂亮 堂堂太厉害了 叶婉婉立即夸奖道 小家伙害羞地抿了抿唇 随即端起那个小蛋糕 递到了叶婉婉的跟前 妈妈 送给你 叶婉婉的神色一争 送给我 不是给你妈妈做的吗 堂堂明亮的眼睛盯着她 神色无比认真的 可是 堂堂想要送给妈妈 这是堂堂第一次做蛋糕 堂堂想要送给妈妈的 堂堂口中的妈妈 是她 因为是第一次做的 最重要的 所以想要送给她 叶婉婉心头暖流涌过 婉腰将小家伙抱进怀里 谢谢 谢谢堂堂 谢谢我的宝贝 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了 妈妈喜欢吗 喜欢 当然喜欢 那妈妈 我们一起吃掉吧 好 母子俩一起将那个小蛋糕吃掉了 然后又做了另外一个 这一个小家伙只是用奶油 做了几朵花和叶子 却没有在中间摆放爱心 将蛋糕打包装好之后 小家伙的心情立即低落了下来 妈妈 你要送我回家了吗 叶婉婉看了一眼时间 嗯 还早呢 妈妈带你去吃晚饭 好不好 小家伙立即点点头 嗯 好 于是叶婉婉牵着堂堂 拎着蛋糕 走出了蛋糕店 结果刚一出门 叶婉婉就发现前方人山人海 被堵得水泄不通 前面什么情况啊 叶婉婉咕嚕 一旁有拥挤的人群开口道 前面沈家美食街开业 第一天大抽编 所有的东西免费吃 哎 沈家的美食街开业 叶婉婉嘴角微抽 所有东西随便吃 果然是沈家的作风 妈妈 人群有些拥挤 堂堂紧张地攥紧了叶婉婉的一脚 妈妈跟紧堂堂 不要走丢了 叶婉婉轻笑一声 拉住堂堂的小手 这样就不会走丢了 小家伙的毛子里满是开心 抿了抿唇 粉嫩的脸颊露出了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嗯 想一直 一直牵着妈妈呢 见前面那么热闹 又是独立州大财阀 沈家旗下的美食街 应该还不错 于是夜晚晚便带着堂堂过去凑凑热闹 美食街上张灯结彩 装饰得金光闪闪 各种精致的小吃 令人眼花缭乱 垂涎欲低 并且全部免费 吸引了大量的客人 热闹非凡 夜晚晚莫名回忆起在华国的时候 和四夜寒带着堂堂一起 一家三口一起逛游乐园的场景 夜晚晚收回思绪 宝贝 想吃什么 堂堂左看看右看看 明显已经看花了眼 于是夜晚晚大手一挥 咱们每样都尝尝吧 夜晚晚边走边买 买了章鱼小丸子 烤串 冷面 各种小吃 全都一股脑的塞在了小家伙的怀里 母子俩正边吃边逛 前面突然一个人 跟旋风一样冲到了她的跟前 哎呀 美人又见面了 夜晚晚看到来人 眉头微挑 沈公子 没错没错 美人还记得我 真是荣幸之志 你看今日这良辰美景 美人一人岂不无聊 不如让在下伴美人同友 沈天辰正兴奋地搭讪 突然察觉有道犀利的目光 如有实质般地朝她射了过来 于是 沈天辰这才将视线 朝着夜晚晚旁边往下的方向看去 随即便对上了一双黑葡萄一般 明亮冰冷的毛子 抱歉 妈妈不是一个人 小家伙牵着妈妈的手 仰头盯着眼前的男人 表情严肃地说 呃 你 你是 沈天辰一脸惊讶地盯着眼前 称呼夜晚晚妈妈的小奶丸 夜晚晚轻笑一声 揉了揉乍毛的小家伙 他是我儿子 小家伙听到这话 小脸顿时一睁 随即牟底 绽放出了夺目的光彩 沈 什么 你 你都有儿子了 沈天辰顿时一脸震惊的表情 夜晚晚想着 正好用堂堂来打消沈天辰的念想 倒也是挺不错的 于是开口道 是啊 怎么 有问题 沈天辰满脸轻目的表情开口 像白盟主这样 美貌与智慧 智慧与武力 武力又与凶狠毒辣共存的女子 别说有一个儿子 就算是有十个八个儿子 那也是理所当人的事情 美人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介意的 什么十个八个儿子的 说话不要这么吓人的好吗 一个他都可以够震惊的了 一旁堂堂听到这话 小脸顿时又沉下来了 盯着沈天辰的表情更加难看了 美人 这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随便吃 沈天辰一副财大气粗的表情 不是本来就是随便吃的吗 啊 对 但是美人你的待遇不一样 神蒙我今日亲自作陪 夜晚晚有些无语 并不需要的好吗 无奈 沈天辰这个人不是那么好打发的 硬是全程跟在后面陪着他和唐唐一起 态度极其殷勤 夜晚晚想赶人都没办法 毕竟这整条街都是他们家的 妈妈 唐唐一直警惕地盯着一旁的沈天辰 悄悄地拉了拉夜晚晚的手 夜晚晚垂头 怎么了宝贝 唐唐犹豫了半天 然后脸色严肃地说 妈妈 你不要喜欢这个人 夜晚晚文言失笑 为什么 她不适合妈妈 夜晚晚感兴趣地说 哦 她不适合妈妈 那你觉得谁适合妈妈 小家伙捶着毛子 似乎陷入了沉思 美人美人 尝尝这个 我喂你吧 沈天辰屁颠屁颠地 拿着一个糖葫芦凑上前来 夜晚晚头疼地朝着沈天辰看去 见委婉的拒绝都没用 只能开门见山道 抱歉啊沈公子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沈天辰文言丝毫不在意的模样 笑咪咪的 我知道 我知道的 白盟主 您喜欢美人吗 论颜值的话 在下应该能入白盟主您的眼吧 夜晚晚的嘴角一抽 这白封的名声到底是有多差 所有人都知道他好色 夜晚晚无奈地解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有爱人 他是我今生唯一的挚爱 而并非随意玩玩的对象 沈天辰顿时义正言辞地说 白盟主 您这样美貌与智慧 智慧与武力 武力又与凶狠毒辣共存女子 怎么可能为一朵鲜花停住脚步 你的征途应该是星辰大海啊 那么多美男子还在等着你征服 比如我 你够了 夜晚晚怎么说都说不通 正头疼着要怎么摆脱沈天辰 这时 前面突然传来了一个温润的声音 小枫 哎 季修冉 这种情况下看到季修冉 夜晚晚还真说不好 自己到底是什么心情 本来他一直是冒充白风 冒充季修冉的未婚妻 所以完全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在他面前演一演就好 可是现在 谁知道 他的真实身份 居然就是季修冉的未婚妻 这心情 实在是有些难以形容啊 更让他觉得心情复杂的是 之前在季家的时候 他听季夫人提起过 当初是季修冉 毁约 不愿意去聂无忧的 这季修冉拒绝了聂家的婚约 私下里跟白风搞到了一起 嗯 所以他这算是被季修冉戴了绿帽子吗 听到季修冉的声音 夜晚晚还没来得及开口 身旁的堂堂突然飞快地朝着前方跑去 一下跑到了季修冉的跟前 催生生地唤了一声 季叔叔 季叔叔 堂堂很想你 季修冉面上露出了如沐春风般的笑意 俯身伸出宽大的手掌 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 夜晚晚见状 难免有些惊讶 同时 眉心不由地跳了一跳 堂堂除了在他面前之外 极少对谁这么热情的 没想到居然会跟季修冉这么亲近 不过 想来似乎也不奇怪 季家和聂家交好 季修冉和聂无忧 也就是自己 甚至曾经有过婚约的 季修冉会认识堂堂倒是很正常 可是照理说 堂堂如果不是季修冉的儿子 那等于是季修冉被戴了绿帽子 这样季修冉居然还能对堂堂这么好 所以说 这堂堂 该不会是她跟季修冉生的吧 夜晚晚被自己的胡思乱想给吓到了 妈妈 直到堂堂牵着季修冉过来叫自己 夜晚晚才回过神来 妈妈 这是我季叔叔 小家伙对待季修冉的态度 跟对待沈天辰的态度 简直是天壤之别 热情地拉着季修冉跟她介绍 然后小家伙对季修冉开口 季叔叔 这个是我跟你说的 我妈妈 季修冉轻笑一声 我知道 我跟你妈妈认识 夜晚晚的嘴角微抽 何止是认识啊 还是地下情人呢 真的吗 小家伙顿时满脸的惊喜 哎呀 季华 好巧 我正陪着白盟主逛街呢 一旁的沈天辰 举着糖葫芦挥了挥手 急纠染文言 似乎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朝着沈天辰微微一笑 沈少开业大吉 季某备了一些薄礼 已经让人送到府上 嘿呀 季华太客气了 沈天辰豪气地笑着 吉修冉淡淡一笑 随即朝着夜晚晚看去 动作极其自然地 从夜晚晚手中 接过他拎着的蛋糕 以及所有大包小包的零食 最后剩下的一只手 牵住堂堂 然后对沈天辰说道 小枫麻烦沈少照顾了 沈天辰健壮 嘴巴张成了欧字形 哎 这 这是什么情况啊 季篁跟白风 季篁 该不会是 也对美人有意思吧 沈天辰自诩自己 财色双全 白美人肯定不会拒绝他的 可现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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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情敌 貌似有点 强大呀 沈天辰的额上 不由华下了一抹冷汗 呃 白猛主啊 方才你说 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难道 难道季篁就是你方才说的 此生唯一的挚爱 沈天辰一边说一边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孩子又是美人跟谁生的 说好的此生唯一的挚爱呢 该不会是唬他的吧 出于摆脱沈天辰的心理 以及在季修冉面前 强大的求生欲 也弯弯果断点头 嗯 没错 正是 一旁的堂堂听到这话 大大的眼睛眨了眨 似乎很是开心的样子 季修冉倒是从头到尾 一副云淡风轻的淡定表情 只是也不知道 是不是夜晚晚的错觉 此刻季修冉嘴角的弧度 似乎比往常模式化的微笑 多了几分的温度 沈天辰文言 顿时头疼了 放眼整个独立周 论辽媚 他沈天辰还没怕过谁 可是眼前的这个情敌 着实是太可怕了一点啊 沈天辰犹豫良久 觉得自己对抗季黄 似乎难度确实比较大 比较危险 于是吃意半晌后 沈天辰终于开口道 不知道美人你收不收小 居然当着季修冉的面 问他收不收小 夜晚晚简直想捶死他 并不收得好吗 独立周这个地方强者为尊 男女都一样 不仅是有权有势 武力强大的男人 可以做雍美女 女人也一样 那就没办法了 那只能空凭竞争了 沈天辰叹了口气 当说完这话 沈天辰立即从怀里 摸出了一把金灿灿的钥匙 美人 这是我们沈家金库的钥匙 只要你一句话 就可以作为你的聘礼 呵呵 说好的公平竞争呢 夜晚晚文言无语符合 不必了 谢谢 他对金山银山什么的 并不感兴趣 是不可能的 但这种嘛 还是算了吧 被拒绝后 沈天辰盯着他 面色质疑地说 可是白盟主 你方才的话 貌似哪里不太对吧 如果说季篁 是你此生唯一的挚爱 那你儿子 又是跟谁生的 这地主家的傻儿子 怎么这么难搞 不如现在就垂死他吧 夜晚晚正头疼地 想揍人 这时 一旁的堂堂 突然盯着不远处的 某个方向 唤了一声 爸爸 啊 爸爸 什么鬼 夜晚晚下识地 顺着堂堂的目光看去 结果 居然看到了 一如既往 一身黑色西装 满脸阴冷气息的 修罗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